就是最后启动表单嘛 启动表单可能两件事情要做 第一个就是输入完之后 这边按Enter 自动帮我全部Enter过去 但现在不是嘛 所以要怎么做 第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 你在网路上还有同学 也有在网路上搜寻 其实找不到答案 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做 其实我也是推敲 因为在那个表单里面 有一个概念就叫事件驱动 事件驱动就是你做了什么动作 比如说滑鼠键盘的动作 会有一个event就是事件 那这个event发生的话 那你要怎么去根据它做的动作 而去怎么样 做后续的处理 那比如说我应该怎么 我比如说输入到这边的时候 我是按Enter 那Enter的时候实际上 它原来是跳到新增 并没有去按一下新增 但是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如果它按一下那个Enter的时候 就自动帮我把这个Enter的动作 转换成就是执行按钮的这一个程序 那该怎么写 所以首先第一个你要先知道什么 如果我按一下Enter的话 那我怎么侦测说它是按了Enter 那Enter特别注意 它Enter在这边的内码 内码部分是ASCII Code的13 内码是13 所以我如果抓到那个ASCII Code内码是13的话 那我就再把13这个动作转换成执行按钮动作 其实就可以做出那个效果了 之前有同学问到 大家不知道怎么做 不过后来想一想 就试着做做看 后来发现OK 怎么做 一一游标放在这里 表示说我要针对这个Test Box 这个Test Box是Test Box4的 那你把它点两下 点两下的话呢 它这边会帮你跳出一个什么呢 Test Box4这个物件 它底线后面有个叫Change Change就是它的事件 也就是你点两下呢 它会触发一个Change的事件 可是问题啦 我们好像应该 按Enter的话 其实Enter的话也会触发Change 可是不完全 我们主要哦 特别注意哦 请各位找一下事件 这边有个事件 Change有没有 这一个Test Box的物件 它被Change 你会发现它里面有很多程序 其中的话 应该比较精确的是 应该是 那个我按一下那个Enter那个键 那键的话就是Key Key被怎么样 按下去 KeyDown OK或KeyPlay KeyPlay是按下去不放 KeyUp是放开 我要针对什么 其实理论上我试过 应该是按下那个按键 所以KeyDown 把KeyChange点两下嘛 所以第一个哦 如果你要写这个 这边点两下 它是Change 但我把它改成叫KeyDown 那特别出于 它会帮你显示底下这一 头跟尾 也是一个Sub 也是EnterSub 其实是一个程序啦 那针对什么呢 TestBus4这个物件 去做什么呢 当它按下某个按键的时候 可是问题呢 我要判断是 当它是按下13 也就是13就是Enter的话 才去做处理 所以这边的话 我可以做一个逻辑判断 所以按个Tab键 If什么呢 如果控一格 如果它按下了这个按键 所以它会用什么方式 告诉你的 ByVal 这个是Val 就是ByVal 就是用KeyCode这个里面的词 它会放什么呢 当你按下哪一个按键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内码 如果当它是按下13的时候 13表示Enter 控一格Then 然后 再Enter两下 打一个Enter 也就是说KeyCode 假如说是13的话 那我做什么呢 移到中间按个Tab 就是 帮我把什么呢 把这个Enter的动作 转换成什么 转换成按按钮 那按按钮呢 特别之后 其实按按钮就是这个 叫CommandButton1 实际上就是那个东西 BackClick 所以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 那个CommandButton1复制一下 Click 然后呢 这边加一个动作 就是Call 呼叫 把刚刚那个CommandButton1 底线Click的程序贴在这里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大功告成 因为刚刚这样子就写完了 那再来我们来试试看 应该可以看懂我的叙述吧 所以当那个什么Tesbar 4 指的就是这个东西 当它被怎么样呢 被按下某一个按键的时候 它会告诉你 怎么告诉你呢 就是用KeyCode这个里面的值 这个叫参数告诉你 然后呢里面如果是13 表示说按按下的是那个Enter键的话 那我就是呼叫那个CommandButton1 这个是从上面复制下就可以 从哪边 Sub到小花虎这一段贴上了 好那基本上应该就写完了 写完之后我们来试一下 OK 启动表单 然后我一样 再来输入 HH 假设这样Enter 然后输入 输入 再输入 本来特别重要 本来应该按Enter之后 它会跳到这边来 那你必须还要再多按一个Enter 那现在的话 因为我加了一个KeyDown 判断说是不是按下13就Enter 如果是就直接执行它 OK 按下它看看Enter 有没有发现 就大功告成了